看下呢主要是煎肉 看到了啊这个小盘盘 哎你看这个小盘子刷的都掉色了 你现在这东西不是黑的吗 现在有一种铝合金的颜色 哎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现在把著名的酸菜 来安排上 为什么要把酸菜先放上呢 因为我一会儿要烤煮五花 要让那个油脂和酸菜充分的融合 可以开五花 哎其实我很少吃这个煎肉上面放纸的 是不是很黏 我估计它放纸可能是怕粘吧 然后这个肉上面 也是有腌制过的酱料 好我们等待吧 在它的煎制过程中顺大 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小料 他们家小料还挺有意义的 红红的像那种辣白菜的汁 我尝尝它是啥味的啊 嗯果然是辣白菜汁 还有很大的一股蒜香 和酸花香菜的那个 属于甜酸性 应该是很解腻的 干料就是普通的干料啦 大大的一勺 走喽 再煎一会儿啊 您们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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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他们京 油流下来了 猪五花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应该是多考一会儿 哎呦 所以一直在甭 是大家还在小心点 由于呢 我们这个时间也很紧张嘛 主要是我等不及了 所以我就 再煎一些他们家的那一款 秘质兽牛 肥兽搭配嘛 因为我有点了猪五花 所以这一款呢 就点了兽牛 它还有肥牛 鲜肉呢 尤其这种肥肉 它虽然煎了久了 但也不是很焦 它跟烤肉不一样 即便已经变成这种状态了 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黑边表 好的 看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大概啊 可能差不多 好了 可以吃了 吃哪个呢 这个吧 干料和适料我都占了 哇不错 这次呢 我搭配酸菜 吃了一下 哇 它这酸菜还蛮有味儿的 看一下这个腌制的五花肉 你看着 觉得酱料的颜色啊 腌的颜色很深 但是吃起来 只是说觉得这个酱料 加上之后呢 让这个肉更香了 过甜啊 过咸都没有 然后就是你看着它肥肥的 但是一旦配上它家 这个辣白菜小酱汁 这是我给人家起的名呢 叫辣白菜小酱汁 但是实际上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 特别好吃 再配一小撮酸菜 就是你单独吃这个猪肥花 和配上酸菜 再吃这个猪肥花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其实这两种都挺好吃的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种 嗯 分速搭配 它家呢 属于有一点点甜甜好 但没有很甜很甜的那种 哇 这个简直太好吃了 冷面好吃不 好吃 你果然每次都问我 冷面牛肉可以吃了 去给大家展示吧 好的 现在我尝尝鱼肉 该时都要蘸一下 瘦牛呢 这个也挺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五花和酸菜 那么的经验 所以人家店名叫酸菜煎肉嘛 我现在吃它家这个 发现了一个弊端 就是崩 它它酸菜是真是有味的 而且是那种自然杂酵的酸 冷面要求最佳酸菜 最佳酸菜 哎呦我的天疯死了 我觉得它家的鸡尾花真的需要大家有足够的耐心把它烤到那种属于半透明的状态 我都说说你要是着急说它 哎呀它熟了我就吃吧 达不到这个效果 是不是冷面 嗯 这里有一个骨包 哎我们先看看他们家的千叶豆腐吧 你看烤起来还挺可爱的 千叶豆腐 咯 哦什么包 QQ的 非常非常的Q弹 可以吃牛肉了牛肉好了 他家的秘制牛肉呢不像有一些就是 尼鲁烤肉店把那个牛肉腌的特别特别嫩 嫩到令人发指那种状态 他家的这个兽牛呢还是有些脚头的 我们像刚开始一样从来没有带过他们家 那是什么 我可以吃虾 类似的 我可以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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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 媽咪 맛있는 간식 특별한 간식 행복한 간식을 주세요 媽咪 즐거운 간식 풍성한 간식 冠 모닝 간식을 주세요 배불리 먹고 맛있게 먹고 모두가 행복해지는 冠 모닝 맛있는 간식 특별한 간식 행복한 간식을 주세요 즐거운 간식 풍성한 간식 굿모닝 간식을 주세요 배불리 먹고 맛있게 먹고 모두가 행복해지는 굿모닝 스노이